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年的仇杀填海工作 让永暑岛还拥有了多达2.8万平方千米的永路面积 并建立起了机场 港口等设施 这在以前 简直想都不敢想 当然 永暑礁变成永暑岛这一号大的工程中 少不了反对派 处处想着打压中国的美利坚自然身先士卒 然而这次美利坚 却是又华丽丽地甩了自己一耳光 近日美媒声称 为了保证世界的和平以及应对中俄高超音速到大的威胁 美国海军将会选址建造人工岛基地 前文提到 美国可是当年反对建造不成航母的头号小丑 近几年军费缩减 美国海军在全球的防线不断收缩 而贸易战对全美经济带来的打击更为沉重 军费逐步缩减必然是情理之中 所以 美国海军也就不得不寻求替代设施 来作为航母战斗群的补充 这一来二去 美国海军也就想到了人工岛基地 人工岛基地能够充当一整个航母战斗群 除了机场跑道 布置陆基战斗群 也可以部署地空导弹或者反导系统 甚至对陆巡航导弹 填海造陆的原材料几乎全部在大自然中获取 美国海军要花大钱建设的不过是地面设施 但是 这些个人工岛将会在哪选址呢 站在美国的位置 没有哪个海 欲能够比南中国海附近更合适的了 要知道 美国在这一带还是有不少小地的 澳大利亚 新加坡算是 但是距离南海比较远 最接近南海的除了关系 正在改善的越南以外 便是墙头草一样飘忽不定的菲律宾 要重返亚派 自然会在这几个小地中入手 巩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但是 美国建造人工岛海军基地的目标是防御高超音速武器 只不过所谓的高超音速武器 并没有完成实用化部署 即便是技术领先我国的俄罗斯 也不敢打包票 中国前段时间完成试射的星空二号 更早一段时间的WU14 甚至东风时期距离实用化更是遥遥无期 可能这些高超音速武器已经完成了攻击陆地目标的试验 但面对海上活动目标肯定是力不从心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海军正在防水 不过是做贼心虚罢了 对此 中国绝对不会同意 美国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